看来应该不会有下一轮比赛 加玛帝国的炼药师公会 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你们这些可怜的炼药师 这都是一群一无是辞的废人 这炼药师大会的冠军 我拿下来 那可不一定 看来 炎啸找到了药方的问题所在 发现了药方的问题了吗 难道他要同时提炼所有药烟 这对灵魂力量和火焰的控制要求极高啊 哼 虽然能节育时间 可惜就连三瓶也有失的灵魂力量 也无法支撑同时提炼 简直就是自寻死路 虽然炎啸想要冒险尝试 同时提炼药液来加快速度 但出云帝国那家伙实在是太快了 没有在任何地方 损耗了一点的时间 你居然可以同时提炼药液 不过就算这样 你还是满了 是 什么 这能倒是谁 哎 警察伸手 这有啥马虎面 这是啥 这个就是 这家伙 没想到竟然是真的 这 我也好有什么用 这次比赛的冠军注定是我的 出云帝国那家伙承担了 快点啊 快点 这最后一步怎么能提前让丹药出炉 出生的丹药一旦接触到空气 其内未完全凝固的成分 说不定会解体呀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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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消灑灑 有了 有了 小傢伙 好样的 真是个疯狂的家伙 虽然疯狂 不过 却并非是凭着热血 一头莽撞 在那种时刻 恐怕她是因为有着把握 才敢行这般举动吧 艳然妹妹 你觉得这次大会 谁会赢 雅妃姐希望谁赢 当然是我那言消弟弟咯 各位 今日的大会便先到此为止吧 请诸位参赛者 好生休息一晚 明日便是我们大会的最后一轮决赛 获胜者即是冠军 所以各位可千万不要 因为各种事情 而导致未能出席 不然的话 那可是会终生遗憾的